不少人都期待的新平價iPhone SE 終於推出 我當然是第一時間拿到實機在手 心思思想換機的朋友不妨先看這條影片 考慮一下以下幾點再作決定 新機外型跟iPhone 8 非常相似 用上啞色金屬邊框 機背用鏡面玻璃 只有一個蘋果的標誌 不切3.5mm插口 附送一個Lightning耳機 iPhone SE 是最小的一部 比起iPhone 11 Pro 更小一些 重量亦是三部最輕的 是現在最輕便的iPhone 4.7吋屏幕當然比較小 亦只有1334x750的解像度 不過 326ppi LCD 其實就和iPhone 11一樣 和iPhone 11 Pro 平牌 就會看到細緻度的差距 但獨立正常用肉眼看 其實分別不算大 反而是屏幕大小 對播放影片的觀感有較大影響 武漢肺炎影響之下 每天都要戴口罩 iPhone的Face ID變成死穴 反而新的iPhone SE 用Touch ID更加方便 雖然1200萬像素、F1.8光圈 數字上和iPhone 11系列的主要廣角鏡頭一樣 但由外觀上已經可以看到iPhone SE的鏡頭比較小 功能上其實亦有所差別 而iPhone SE是不切野家模式 在暗黑下拍照就更加有明顯的分別 雖然iPhone SE只有單鏡頭 但同樣可以玩人像模式和調校光圈燈光效果 不過iPhone SE的景深效果和邊緣 就不及iPhone 11系列那麼自然 前置鏡頭都有分別 iPhone 11系列有1200萬像素 而新的iPhone SE只有700萬像素 亦不能拍到4K片和玩慢動作 當然沒有Face ID也不會玩Animoji 新機其中一個大驚喜 是用上iPhone 11系列同級的A13 Bionic核心 不過記者就發現iPhone SE應該只有3GB RAM 而iPhone 11系列就有4GB RAM 但暫時感覺對運作速度影響不大 不少用家都反映在LCD屏幕之下 iPhone 11的耗電比想像中更快 而iPhone SE同樣用LCD屏幕 數字上更加和iPhone 11有一些差距 可以想像iPhone SE的續航力 或者會比iPhone 11更弱 高用量的用家要留意 重要留意的是iPhone SE只設單實體SIM卡位 另一個SIM卡只支援eSIM 經常旅行的用家 或者未必太方便 重要一提的是iPhone SE防水功能是IP67 即是1米碎深操作30分鐘 比iPhone 11的2米和iPhone 11 Pro的4米為弱 整體來說這部iPhone SE都是相當抵用 對於只要求基本功能的用家 已經相當夠用 另外要說的就是已經有傳聞 說會推出iPhone SE Plus 如果是真的話 屏幕應該會換上5.5吋大屏幕 還可能會加多個軟攝鏡頭 不過又這樣說 如果你喜歡iPhone SE的話 都是忠誠於小機和平價 如果出部大機又要貴千多元的話 對你來說又是否吸引呢 我愛蘋果 日對 夜對 朝夕相對 快點訂閱蘋果動新聞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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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陣子